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斯增长歌的生平。 新马斯增17岁恢复自由身,脱离原学艺师傅后,跟随泄国先学艺。 及后,并同赴上海欣赏经剧名领,林树心和盖叫天演出,并向林树心学习经剧,唱康字成一格。 往后,事业一帆风讯,以拍电影、戏曲唱片为业。 他曾透露,1960年代前,输掉的钱,以千万计,故选择入股澳门娱乐有限公司,百分之一股权。 往后,并投资购买西贡一块四万尺土地,及在筛基湾开设楚留香酒楼,及拥有永长唱片公司。 新马斯增,先后娶过四位妻子,首任妻子,梅丽芳,因性格不合离意。 第二任妻子,梁添添,二十九岁因肺病早逝。 第三任妻子,蔡珍珠,生有三子,因性格不合离意。 第四任妻子,洪金梅,一九六五年开始同居。 但下四子女,即邓少尊,原名邓翠玉的邓小艾,邓绍荣,及邓碧玉,并在一九九二年。 正式与洪金梅结婚,婚礼命名,金马洪梅庆同心,其婚礼更在。 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。 新马斯增曾多年参与,东华三院举办之欢乐满东华,电视筹款节目,并于节目上献唱。 万恶人为首之黑食,光水王夜祭真妃,我身尝胆,胡不归,及客途秋恨等作品,作为节目压续筹款环节。 深入民心,故在香港有慈善凌王称号。 各位关于长哥的生平事迹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长哥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啊N与啊Lam频道, 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因... 好, Noel,recht金铃铃铃铃铃铭铭铃铃铭铅。 谢谢大家,请大家支持我很 interessants、